我們的平安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 謝謝你賞賜 禱告的天主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親近你 讓我們可以跟你面對面 求主你的聖名來幫助我們 願我們今天講的聽的都得到利益 禱告獲耶穌基督的名義 阿們 我們這一週 在臺灣最大的新聞 大概就是世大運 這個拿了很多的獎牌 哇 大家真的實在太興奮了 也帶給我們很多的激勵 我們真的看到臺灣在退店 那個心情真是非常的高興 那在這些繽紛的世大運消息當中 最近也有一則消息 非常的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至少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力 這個事情就是徐志強的故事 他被拍成了電影 這個電影的名稱叫做 《徐志強的練習》 這個故事為什麼值得要說呢 又跟今天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發生在1995年 這很久以前了 1995年9月1日 有一個建築商他叫黃春樹 他就被人綁架 結果死掉了 那經過調查呢 這個調查的過程當中呢 就徐志強的表弟叫黃春齊 還有他的朋友叫陳奕龍 他們呢是共犯的 然後呢 他們兩個被抓了以後呢 就一口咬定這個徐志強跟黃明泉 他們兩個也是共犯的 那就在那一年的12月 1995年的12月 這個黃明泉呢 他在泰國的時候 就遭到他們從家殺害這樣子 然後在1996年的5月16月 就是隔年了喔 那個陳奕龍跟黃春齊 他們兩個派死刑這樣子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 徐志強其實是被通緝的 他躲了八個多月 最後他決定去投案 因為呢他害怕那個被判死刑的那個 那個黃春齊跟陳奕龍他們呢 如果被處刑 那就沒有辦法對決 結果他一去投案以後呢 從此呢 就做了16年的冤獄 然後曾經呢 在這個20年過程當中呢 有7次被判死刑 有2次判無期處刑 有5次非常上訴 形成了一個非常漫長 而且反覆的審判跟上訴過程喔 一直到最後那個 我們國家自改會的律師們 提出申請大法官釋憲 這個案子才發生了短跡 一直到2016年10月 最高法院呢 就判這個徐志強無罪 他得到他 他的公平證明這樣子 今天我們這段比喻喔 就是陸家主義十八章的 一到八節這段比喻當中 這個寡婦呢跟徐志強呢 沒有辦法直接類比 但是呢 徐志強的媽媽 才能夠跟這個比喻中的寡婦類比喔 有一份報紙喔 他在形容這個徐志強的媽媽 他說徐志強的媽媽 一直在為他申約 好像這個媽媽活著 就只為了這件事情而活著 這個是真的是天下父母親喔 在很多的方面 徐志強的母親他的經驗 跟比喻中的寡婦 還有這個不義的法官 可能更能夠類比喔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這個媽媽二十年來的堅持喔 還有他對他兒子的相信 還有他的堅持 在那個坐牢的兒子 在那個黑暗當中 他真的是支持他幫助他 無怨無悔 那這個寡婦呢 我們回到這個經文當中呢 我們就看到說 在新約耶穌的時期 寡婦呢 其實是卑微的百姓 既沒有工作權 也沒有財產權 更不受到重視 所以在猶太的傳統當中呢 我們會看到說 在很多的經文裡面呢 特別就提到 要照顧寡婦 這個在出埃及 記二十二章二十二節 不可虐待寡婦和孤兒 在聖命記裡面呢 第十章的十八節說到 上主為孤兒寡婦申冤 在以賽亞書一章十七節說 你們要學習公道 要伸張正義 幫助受壓迫的人 保障孤兒為寡婦辯護 在馬拉基書三章第五節就提到說 上主要顯現而且施行審判 做正指控那些 剝削孤兒寡婦的人 在這個舊約許多的經文當中 還有在信約當中 我們都看到 這個寡婦呢 他其實呢 在整個社群裡面呢 他是一個比較弱勢的 或者是比較沒有受到重視的 一個身份地位 在這個比喻當中呢 這個受冤枉還有委屈的寡婦呢 就尋求這個法官的嫌入 為了要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他呢 可能不是每天去找法官 但是呢 應該也是滿頻繁的 出現在法官的面前 所以法官後來真的有一點受不了 但是呢 這個寡婦最重要的是 他要解決自己的人群 在信約時期 這個法官呢 並不是我們今天想像的這種法官 他們受過高等教育 滿有那個法律的知識 這種審判官 在信約時期的法官呢 基本上 他們是社群裡面呢 受到敬重的長老 他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在不同的奇異的不同的意見 或者是爭論當中 他可以提供一個比較沒有偏思的 比較沒有幾億的那種意見跟判斷 那但是呢 我們看到今天這段經文 這個法官其實是腐敗的 他呢 既不敬畏上帝也不尊重人 當然他對這個寡婦的案子更沒有興趣這樣子 但是呢 在這個比喻當中呢 這個寡婦啊 他都沒有放棄 經文說 他纏著法官給他主持公道 是啊 他纏著法官給他主持公道 換一個場景來說 就是呢 他不斷的祈求 他如果以今天我們的禱告來說 就是我們不斷的向神來祈求 那我們的禱告經驗呢 常常是這樣子的 我們常常禱告 合理的禱告 但是呢 往往我們也知道 我們很多的禱告 沒有上帝的意義 甚至最後不聊兩次 好 比如說 有時候 我們很熱切的 為 罹患癌症的病人 或者是朋友來禱告 甚至是家人來禱告 最後他們走了 心裡其實很傷心 甚至呢 在為自己的一些不好的習慣 或者是焦慮祷告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改變 祷告也沒有蒙應允 所以有時候就會覺得 那既然上帝都知道 那為什麼還要禱告呢 既然禱告都沒有被推聽 那為什麼還要禱告呢 今天這個比喻裡面呢 寡父的堅持 還有他不灰心的禱告 是在這個經文當中 耶穌要教導的禱告特質 這個禱告特質呢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但是我們也知道我們的挫敗 非常有趣的是 在這段經文當中的第八節 第八節 他說 這個禱告特質不在於個人特質 這個禱告的特質呢 耶穌說 這是出於信心 這是出於信心 非常的讓人很驚訝 就是耶穌在這裡講的是 出於信心 到底這個寡婦 在這件事情當中 她信什麼 為什麼她一直去求 為什麼她看到一個真實 她的眼睛看到一個真實 讓她有那樣的動力 不斷的去求 一個真實就是她被冤枉 她有冤屈 第二個真實是 這個冤屈是可以尋求公道的 是可以尋求法官來主持公道的 所以在這個比喻裡面呢 這個寡婦看到一個客觀的事實 她知道自己有權利追求正義 因為她所生活的社群 或許這個社群不看重寡婦 或許她不是一個重要的人 但是這個社群設立的法官 就是為了要主持正義 讓受冤屈的人 有希望還有機會 能夠獲得公平的對待 所以呢 是這個看見跟理解 讓這個寡婦她能夠堅持 而且能夠不灰心 不氣餒 不氣餒 繼續尋求公平正義 而這個領域當中的寡婦呢 她所遇見的這個不好的法官呢 其實就是像試煉一般 熬煉她 對她所看見的這個公平正義 以及社群所要設立的這個主持公道的這個系統 她的信心 這個呢 比喻呢 有時候我們讀的時候 會覺得 這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可是呢 如果我們很仔細的看 在耶穌教導 路易教授這一段耶穌比喻的教導當中 他的上下文 在第17章 20節到23節 法律賽人就問耶穌這個上帝國的問題 其實在這裡是非常有趣 在17章講的其實是週末 也就是說 耶穌來到這個世界呢 上帝國降臨了 但是呢 耶穌還要再來 耶穌還要再來 所以在這個 耶穌已經來 然後耶穌要第二次再來 這個過程當中呢 也就是我們現世的一個處境 這個處境呢 就是上帝國已經降臨 可是尚未完全的實現 所以耶穌說 上帝國降臨 並不是人的眼睛所能明確看見 也不是說 在這裡 在那裡 因為上帝國就在你們中間 這個意思呢 講的就是 上帝國的國王 他第一次降臨了 他來到我們的當中 上帝國就實現了 我們所信的那個耶穌基督 他來到這個世界 可是呢 他還要再來 所以呢 在十四章的二十三節 他提到說 耶穌基督要再來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我們明確了解的 所以請注意 我們今天這個經文 來告訴我們說 耶穌說當人子再來 他所看重的 他所看重的 我們平常聽到 耶穌再來的 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我們聽到的都是神他 可是在這裡 第八節說 當人子再來 耶穌看重的 不是神他 而是信心 而是信心 不是說神他不發生 不是那個意思 而是說 那個 我們一直以為 在那個當時 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在今天 他發生了 在今天 就在我們的信心裡面 他發生了 他發生了 所以 耶穌的再來 對信徒來說 重點不是事件的結束 也不是審判的大結局 而是知道耶穌要再來 我們怎麼樣 用相信耶穌的這種信心 再過我們今天的生活 這個生活就是一個 有試煉的生活 這個生活是一個 有試煉的生活 上帝國的將領呢 跟耶穌要再來之間呢 信徒的信心 是要經受試煉的 這個最明顯 就是在禱告當中 就是在禱告當中 我們禱告呢 常常禱告一下 睡著了 禱告一下 沒有辦法繼續 有很多的事情 可是其實有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是魔鬼 不要讓我們到上帝的面前 他總是盡量 讓我們離開上帝 總是盡量讓我們 沒有辦法 來跟上帝面對面 所以這個比喻裡面呢 寡婦他對那個公平正義的相信 就好像我們對耶穌的相信 就好像我們對耶穌的相信 還有呢 相信上帝垂平禱告 這個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的信心在禱告當中 或是深刻或是平常 我們都受到失戀 我們在改革中的團統裡面 我們常常提到上帝的主權 所以因為這個上帝的主權呢 我們就會常常覺得 上帝什麼都知道 那那個上帝我跟你說了 然後你知道就好這樣 我們比較難感受到 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在面對信心這件事情 我們到底真的 有越過這個試煉 不是說 上帝的主權在掌控 上帝你什麼都知道 我今天禱告了 然後我就交過 然後我就好像都沒有關係 這個呢 跟這個寡婦的情境不一樣 這個跟這個寡婦的情境不一樣 這個寡婦的情境是 我想要脫離這個受冤區的狀態 而這個受冤區的狀態呢 是可以因著這個法官的處理而改變的 所以呢 在這個情境當中 我們看到說 耶穌這個比喻裡面 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不義的法官 他其實構成了這個寡婦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信心的試煉 他一而再 再而三 鑑定他所認知的 鑑定他所相信的 這個社會呢 會願意為他主持公民 所以他不斷的去 然後不斷的 在那個法官的面前來申訴 我們都知道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這個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這個人呢 就是那個美國的總統 他叫林肯 他二十 他五十二歲的時候 當選美國的總統 可是你要知道 在他當選美國總統以前 他有六次的選舉 不管是參議員 眾議員 還有什麼提名 他至少有六次都是落選的 他呢 經驗的生意的失敗 然後呢 他曾經精神崩潰 但是他有一個很好的特質 他的特質就是呢 他堅信 他堅信 上帝雖然延遲 可是上帝從來沒有拒絕他的恩 他堅持的相信 上帝呢 會延遲 可是呢 上帝從來沒有拒絕他的恩 所以每次在他的落選 還有失敗這樣的試煉面前 他的信心是很大的 他的信心是很大的 他的禱告是熱切的 而且持續的 我覺得在今天二十一世紀 我們這樣的一個現代社會 我們喜歡看好的 我們喜歡看美的 我們喜歡看成功的 就好像我們看這個 美國的林肯先生 我們看到的是他已經當了總統 我們都沒有看到他落選的時候 可是其實真正生命的 那個最有重量的時期 最有那個質量的時刻 大概是失敗的時候 我們怎麼面對失敗 這個構成 我們怎麼樣 定位我們自己本身 所以當林肯他自己 在那麼多次的落選 在那麼多次的失敗當中 甚至崩潰的時候 那個真正的支持他的 就是他知道 他知道 他相信 他相信上帝會延遲 可是上帝從來沒有拒絕 上帝會延遲 可是上帝從來沒有拒絕他的兒女 這個林肯呢 他是一個不度禱告的人 當他呢 在面對南北戰爭的時候 他旁邊的人曾經問他說 哇 總統先生 你的那個時間這麼寶貴 你工作這麼忙碌 你有這麼多事情要處理 怎麼你還有時間 還有時間 戳出那個時間來禱告啊 那甚至呢 有人呢諷刺的說 你要知道 在戰爭期間啊 那個軍情是順席萬變的 那那個總統啊 你把這個寶貴的時間 浪費在這個禱告上面 這個好像沒有什麼建設性 建制呢 甚至到一個程度不欠所計這樣子 那這個林肯先生他的回憶也滿有趣的 他非常的堅定 然後就跟他們解釋說 哎呀其實我們都知道一件事情啊 謀事在人啊 成事在天 我肩負著這麼重的任務 如果還狂妄到以為啊 以為自己不需要上帝呢 就能夠成就過了這些事情 那其實呢就是無知又愚存啊 如果我真的是這樣的話 就不配當你的女秀 我想在這個一個過程當中 他所面對的嘲笑 或者是他所面對的諷刺 或者是他所面對的質疑是很大的 但是他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這個榜樣就是他知道上帝雖然延遲 可是上帝從來沒有拒絕他的恩命 更重要的是他真的理解上帝 他真的理解上帝 他怎麼說呢 他說那個時候 他那時候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就是在南北戰爭喔 戰況非常激烈的時候 就有點像我們今天的禱告一樣 下雨天對那個賣雨傘的人好 那個但是呢 對那個要收割盜補的人就不好 所以呢總是有兩面性 南北戰爭的情況一樣喔 非常的也是很兩面性喔 因為呢林肯這邊的北方的軍隊呢 是在向上帝禱告 南北戰爭的時候 南方的軍隊也在向上帝禱告 兩邊都是上帝的 都是信上帝的人 然後兩邊都希望贏得戰爭 可是他們在戰爭這樣 所以呢有人就嘲笑說 南北兩邊在對立然後要戰爭 這兩邊的信徒都向上帝來禱告 那到底上帝要幫助他們哪一邊得勝 這個上帝的勝很為難嗎這樣子 戰爭呢總是不管怎麼樣 要有一邊輸或者是一邊最終是要贏 一邊要輸一邊要贏這樣子 然後兩邊都希望贏 兩邊都不希望贏 那到底上帝呢應該幫助哪一邊 林肯他對上帝的相信 以及他對上帝的認識 在這個時候真的呈現出來 他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 我不敢禱告求上帝站在我這邊 但是我禱告 我禱告上帝讓我站在他那一邊 他講得真好 他說我不敢禱告求上帝站在我這邊 但我禱告求上帝讓我站在他那一邊 因為只要跟上帝站在同一邊 那就是得勝的一邊 這就是他的看法跟想法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是的 我們基督徒在今生 在上帝國已經降臨 以及耶穌基督要再來 這個中間階段的 這個信心失戀的階段當中 我們要持守的禱告 我們要堅持的在上帝面前 相信耶穌 相信上帝的義許這樣來禱告 是有困難的 但是從很多的例子 我們也看到這不是不可能 這很多的案例在一再的在激勵我們 我們要面對的是 當我們在禱告當中 當我們禱告沒有蒙腿聽的時候 我們怎麼面對我們自己 我們怎麼面對自己在上帝的面前 我們的信心處在怎麼樣的一個情況當中 就好像林肯當他落選的時候 他還可以堅定他的信心 在上帝的面前宣告說 我知道我的上帝延遲 可是他從來沒有拒絕他的兒命 在禱告當中 提到這個不住的禱告 以及訓練禱告的這樣一個操練 這個是操練不住的禱告 是不容易執行的秘密 方默甘絕呢 他提供了一個另類的操練 可以提供大家來參考 這是一個姐妹的見證 他這樣做見證 他覺得如果要用我有什麼困境 我期待 我來期待上帝來幫我解決問題 這個比較困難 但是他把自己換過來 換過來就是我每天要活在上帝的面前 我要讓我自己二十四小時活在上帝的面前 成為我的禱告 所以他就這樣做 早晨我一張開眼睛 我就跟神說 主啊求你打開我心裡的眼睛 讓我看見你 我在穿衣服的時候 我就禱告跟神說 願我穿上基督的衣袍 我在洗臉的時候 我就跟神說 神啊求你竭盡我 好像我洗去這些污秽 求你洗淨我靈魂的污秽 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就跟神求說 主啊求你讓我日子如何 我的力量也如何 讓我在點火的時候 求主就在我裡面 重新眺望我心裡的靈活跟愛火 我在掃地的時候 就求主來除去我已經知道 或者我不知道的所有誤會 我吃飯的時候 我就求主給我隱藏的瑪娜 和他純淨的禮瑪 我在教導孩子的時候 我就仰望父神 使我做他順從的兒女 我一天到晚都可以這樣禱告 讓自己在上帝的面前 是二十四小時的狀態 是不住的禱告狀態 所以就可以讓自己 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提供一個禱告的意念 來到上帝的面前來禱告 我們一起低頭來禱告 主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在這樣的一個失敗 幫助我們回轉到你的面前 讓我們再一次檢視我們禱告的操練 這樣的操練當中 我們是不是看禱告的成果 過於我們在你面前的狀態 求主你來幫助我們 帶領我們 當我們禱告不蒙隨便的時候 可能是主你對我們說話的時候 讓我們看見 我們信心的情況在你們面前 求主你幫助我們 真的是在很多信仰的前輩 他們這樣的禱告經歷 不管是林肯 不管是荒木甘泉當中的紀錄 主我們都看見 我們需要你的恩典跟力量 幫助我們更認識你 更緊緊的抓住你的應許 更知道這個應許賞賜給我們 我們願意不住的禱告 謝謝大家